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心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导演陈德森 因为我经历过一个事 我有一个自警的同事 就是美术组的 在96年那个电影《神兜电影》被炸死了 炸死以后我是不想做电影的 我想离开了 就是其中戏里面的演员杨采尼 送了本书给我 然后叫《多情多风波》 我看了以后很大感受 杨采尼就给我留封信说 我们为了一个使者 因为把这个戏拍完的 我就觉得原来写书可以帮到人了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快乐不快乐的我都写 每一次都把它记起来 把它当日记 有一天累积够了 我就写一本书 我跟陈东做助理 到我离开他 他不太开心 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助理 我辞职嘛 然后到20年后 他找我当导演 我又做成朋友 从一个同事 变成一个人工 变成一个合作的伙伴 我是喜欢跟不同的导演学习的 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群 比较好的朋友 经常聚在一起 像那个时候有观景棚啊什么 他们都很快当导演 要不然就打制片 打编剧 监制 可是我还在那边当副导演 我觉得无所谓 反正 不断地学习嘛 就是我不能够 学会那个人的风格 可是我学会他怎么处理 电影的手法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就是我们都很富出 说直白一点 就把命都活出去 有时候我是拍了一个电影 是叫《卫斯理传奇》 我们到了一个 那个很高的一个 迪珀尔的山顶拍 我们要拍最后一场戏 就是那个飞机走 马追飞机 再从悬崖中飞出去 风大就 他根本控制不了那个飞机 就一路往那个山 冲过去 哇 我眼泪都下来了 快到底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讲那个风速 这个山 这个飞机 是这样子 往上拉 整个想吐了 这个离心力 就这样过了 我们那个年代 成功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都 只要我的名字 打在那个字幕上 哪怕我从长季开始 这个电影 就是我有份了 我要把它做好 其实大湾区呢 大部分讲粤语的 其实这个市场很大 广东省 还是爱看香港的电影 讲粤语的 所以你的港式喜剧啊 警匪片啊 所以那边还是有市场 其实很多北京的院线 上海的院线 都播一些广东话的港产片 原版的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 你打动观众吧 英雄本色 你记得他的动作场面吗 你就记得周恩发跟迪隆的兄弟请 《教父》 我真的不记得他的动作场面 我记得他对他家庭的爱 他把家庭的观念搬进去 还是讲家庭还是讲爱 伟大的电影都是这样子 不要趁流量 流量没有用 实力 会不会演 上少一点中音 好好的拍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